他覺得我贏了錢 我也是都給你們啊 你們都有花到我的錢 為什麼我輸的時候 你們要這樣子數落 我說你為什麼要去賭 所以他一輩子都在賭 他從國外回來的時候 他賭了十幾二十年 六合彩 股票 然後比方說後來的公益彩券 而且他真的相信他有這個能力 國畢他覺得說 我可以分析這個棒球隊選手 他可以分析說 他們就會算牌 那些在玩樂透彩的人 他去算機率 你就看他每天不上班 他就是一本本子 在那邊算號碼 這一期要簽幾號 幾碰幾這樣子 那到最後的結論是什麼 就是太太真的受不了他這樣愛讀 我要跟你離婚 我講一下 其實我以前中國時報有個同事 叫楊索 他現在離開了 他寫了一本書 我覺得那本書其實很推薦給大家看 他叫做二之幸福 就是他他們老爸相處很壞 他們老母也相處很壞 跟現在他也是這樣 因為他受的教育比較高 跟家人的關係不好 所以經常都自己一個住在外面 像這個外交 後來他覺得說 後來他覺得那也是幸福的一部分 他自己有一個消化的過程 他就說到他們老爸 他們老爸很愛拔 他跟他們在英雄拜露旁邊 所有的錢都拿他拔 老母是來顧他 顧得很難 但看來老爸又拔回來 他又空空了 好 很想起 還沒完結 他爸爸回來就到處再去搜索 看家裡還有沒有錢 買了他們母就想起跟媽媽 媽媽就跟他爸 跟他推了 叫他們老公 喝酒到外面 拔到這麼艱苦 不是喝的就喝嗎 你如果叫賺錢不是喝的就喝嗎 今天就是不運 我有一個運 怎麼會變好客人 你說對了 這個長輩就是這樣 那個長輩就是這樣的心態 結果後來他 他甚至連這個老婆 幫他投保的保險 他去解約 把錢拿出來賭 然後他甚至家裡資錢的東西 他拿去當鋪當 那後來太太實在受不了 因為有債主找上門 所以他們的確離婚的時候 也是為了做切割 其實那時候的人的觀念 比較不知道什麼 拋棄 拋棄 計程 或是拋棄 就是等於說要拋棄這個事情嘛 所以就離婚 因為怕負債妻要還 然後負債子要還 所以他們就離婚 那這個長輩呢 他就從此就在外面流浪 因為家人不諒解他嘛 因為他就是所有家裡資錢的東西 都拿去賭 而且他覺得 他並不覺得他賭是錯的 他覺得說我總有一天翻本 等我翻本的時候 你們就再來看 我們再來看 沒給你看水就對了 所以他到最後是 居然是去遊民 當遊民耶 在公園那邊就是 洗澡也在公園洗澡什麼的 最後是因為這個長輩的小孩 就是有去報市中人口 因為想說還是要把爸爸找回來 警察找到他的時候是 哇 全身頭髮很長 鬍子留很長 指甲沒有剪 髒細細的在街頭當遊民 所以就等於說 這個他是一個非常 他到那樣的地步了喔 你知道警察去找到他的時候 他在幹嘛嗎 他就在跟遊民玩十八道啊 然後賭什麼呢 賭這個大家撿回來的那個罐頭 有沒有 可以吃荒可以去換錢嘛 我沒有錢我用這個跟你賭嘛 所以那時候警察都搖頭說 這個人已經都到這種地步 妻離子散 自己不敢這樣 還要繼續拔 國畢 我的感覺就是 有兩種人最會說謊 不是說一定會說謊 最會說謊 一個是賭的人 一個是拔掉的人 對 我承認 你承認喔 你有沒有說很多謊 有 說很多謊 哪一些可不可以來 其實在借錢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去說謊 你都怎麼說 邊理由 邊理由 想辦法 就是 正當投資或是這個用途 用途讓親友家人 你變什麼理由 因為其實我坦白說 因為我真的比如說 我跟玉琳哥開口 玉琳哥我這禮拜又輸了30萬 你可不可以先借我30萬 其實應該是200% 玉琳哥不會借 你家裡保證 對啊 你都用什麼理由 我可能說玉琳哥 我這個月剛好拍戲的錢還沒下來 你可不可以先借我下個月錢下來再還給你 家勇 要給家勇之類的 你把玉琳老婆的健康還是健康 這沒開玩笑 不過演藝圈是有人開這個玩笑 對不對 什麼爺爺奶奶過世啊什麼的 對 要包一個 然後要電影有沒有 演藝圈還碰過那一種不只開口講 連那個布文都寫好了 你去贏啦 對啊加布文 然後後來事隔兩年以後用同樣的方式 他要我們記性好 有時候也看說 因為他本來一開始是阿嬤嘛 你後來換個阿公 就我兩年後來還是阿嬤 然後他才會願意講實話 他說是因為欠錢 欠地價錢樁等等的 不過坦白講 如果按照國畢這樣講 演藝圈那些 就是過去這些不借你的演藝圈的人 搞不好才是你貴人 也要跟大家說對不起 就是我真的是去傷害到我的家人 還有我的朋友 因為你在借錢挖東牆補新牆的過程當中 其實有時候真的還是會給它延遲到 然後其實有時候會去造成別人對我們 你現在還欠一千多萬是講真的了嗎 真的真的真的 我都可以把我所有的 列得出債權人名 因為我知道保證人都會說 我是欠萬一 沒有 我都... 我現在都意下采 其實一隻欠一欠一欠 欠一欠 欠一欠 欠一欠起來 超過一千萬 就差不多一千萬 我室友全部都把它寫出來了 那你跟老婆有約定好嗎 那一千萬都還完的話 那應該就是可以再重新複合 沒有去做這個約定 因為我覺得當然 五年是我自己給自己的期限 那我當然希望能夠再快一點 那老婆那邊的話 我會... 我還是會保持最好的關係 我只要有空我就會去看小孩 那看小孩的時候就是... 其實我們沒有... 我沒有跟我老婆因為吵架 然後結束這一段婚姻嘛 對 就是都還不錯 我回去抱小孩看小孩 他也不會說一個臭臉給我 或者是有規定我時間等等之類 我只要有時間 我就是那一天就是都會給他... 他這樣拔你母親不和你吵架嗎 吵架多少拔來 他說他不會... 他不是屬於那種比較激動派的 因為他說他婚後就比較多 可是一般我們看到這種新聞 都會覺得說 老婆一定是 也有受到債務的牽連啦 比如說人家要你債 或是讓他覺得也有壓力啦 不可能掉到老婆那邊去吧 對啊 因為自己... 你現在離婚了啦 債族有對來和你農營嗎 沒有 那天開記者 就是那天在記者會的時候